那就再刷一下好了 他们一直强调说 叫我多刷一点 那我就 大家好 我是胡福奇社 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今天时间是1月8号 台湾今天非常的冷 那目前体感温度好像只有7度还是8度 那么可能有一些大陆朋友会觉得说 7度8度算什么 可是这个对于像我这种生活在南方 长大的人来说呢 这个温度呢 我已经是不停的在发抖了 那天气冷的话呢 就特别的想睡觉 今天晚上呢 待会呢 还要上夜班 那我是准备睡觉了 那在那之前的话呢 给各位做点简单的小东西 这个呢 是领袖之证 First Edition的一个 Atomify的一个算是KO改良版 它的话呢 是有一些简单的小改模 之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 那它出现了很 出了很多的版本 这一次的话呢 推出了一个透明的 版本 那这个 你看呢 它的名字的话 命名是Attack Apply 就冲锋柱啊 然后它下面有一个这个 Crystal Power 这个水晶神力 或叫水晶之力的一个版本 那它的话呢 是标榜出了它的一个塑胶呢 虽然是透明件 但是呢 却非常的安全啊 能够有很强大的韧性 还有摔不坏啊 什么的啊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先来给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测试好了啊 就它是这个胶带 我说呢 这个玩具拿到之后呢 一定要尽量的去做一些摔啊 撞的一个测试啊 那我就真的摔一下 撞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除了这个武器喷掉之外 看起来好像是真的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你们 这个 这个 千千胶带 万胶带说呢 一定要 做一点暴力的测试啊 这个 像这种优秀 我这辈子没见过啊 这是 Anyway 这个 这个你们也看到 再再摔一次好了 就 再摔一次算了 到头再摔下来好了 这个头像 头从顶上 那样 掉下来 好像 还真的没坏啊 真的是还蛮厉害 那这个头有点 好像有点松啊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呢 它的这个头雕啊 是有两个 但是这个 露脸的这个版本呢 装上去之后呢 我觉得很丑啦 所以呢 因为它这个头雕 这个头雕是新开模的 那这个头雕装上去的时候呢 会比较偏紧 那所以我就给它上了一点细油 没想到上了细油之后呢 换回原来的面雕呢 会反而就变得有点松了啊 所以这个是两个这个新做的这个模具 这个松紧的不一样所造成的啊 并非是它的一个一个头比较偏松还怎么样 OK 那各位你也看到了 就就就我已经我已经我已经 我已经把它摔成这样了啊 你可以看一下啊 还真的是 还真的是一个透明部件来讲的话 相较于前两天给大家做的那一款这个透明版本的这个 MPM04的KO啊 那一款这玩起来就真的要小心翼翼啊 那么这一款的话呢 就就撞起来还真的是 反正我们也 节目就一刀未剪吧 你就自己去看一下吧 就如果你发现哪个地方有白痕啊 有什么的 你就反映一下啊 那当然你不要随便乱说啊 现在指一个没有的地方 然后叫我找半天 我找不出来 那我也是很为难的 那么这个配件的话呢 就再次把它装上去 那么这个刀的话 我还是把刀给拿回来吧 这一个武器 那这个武器的话也是标榜是一个透明件 但是它有一个很很强的一个延展性 啊 这个这个像卧虎藏东里头的那种 软的那种刀一样啊 OK 嗯 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涂装 透明件 然后有非常不赖的韧性 啊 前交代完交代说 我一定要摔一下 这个短刀 也是有一定的韧性 但是这个比较短啊 我是个人不建议说 你真的是把它 故意要把它折断了啊 我相信你真的要折 它没有不坏的道理 但是我们正常把玩 我们不是要故意破坏玩具 你如果说故意买来 要把它砸坏 然后再说这个玩 这个玩具不靠谱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过分了 那这个就是 这是多出来的一个部件 那大概看过了它的一个 强大的一个韧性之后 看一下关节的紧实度 很好 这个可能是它目前 这一家做的几个KO版本里头 这个紧实度高宝室里头最好的 那我大概做一个简单的 小对比啊 他们 他们之前其实有做过 这个金属涂装版本 这款其实很棒 但是我忘了拍了 当时我只有拍这个Megatron 然后这个金属涂装的版本的话呢 我反而去漏死掉了 那么今天的话就顺便给它拿出来 给各位做个展示 这款就真的是非常的精致 这个红色的部分呢 也是做的比较还原到动画片里头那种比较深层的红色 蓝啊什么的这个 本身包括这个后面也有漂亮的一个电镀件啊 这个算是领袖之正F1版的这个模具来讲的话呢 就是可能是做最漂亮的一个啊 强烈的推荐 这个车窗还是整个是黑的 那我拿出一个这个是官方的一个正版的一个模具 那可以看到这个透明部件已经偏黄了 那么厂家这一方面呢 是强调说他们这种塑胶是久了是不会变黄的 那如果有时光机的话 我们倒转一下 看一年之后它是不是真的会变黄 或者是不会变黄 anyway在质量方面的话呢 他们说这个是呃就他们也不透露这什么材料 那怎么怎么做的 我们当然也不需要去知道 你早知道说呢 如果我刚讲几个暴力测试之后啊 还是相当靠谱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涂装什么是是有一些变化的 那这个目前为止的话 就是它的一个新换的头雕 我个人不推荐啊 是真的是还蛮丑的 那我们就来玩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好了啊 这个变形的话呢 应该也是可以放心的来变形了啊 我们就很放心的来做一个把玩好了啊 这个腰转的话呢 是记得要转 然后后面这个部件是整个都给松开 那我就就暴力把玩一下好了 就暴力把玩一下了 这个头部的话呢 就放到内侧去 那么就就就好吧 其实要怎么暴力呢 我也暴力不到哪去啊 这个我一介斯文 对不对 我们是读书人啊 这个哪里暴力得起来呢 这个部件放下来 那这个变形的话 这个模具本身是非常经典的啊 经典到呢 是可以被拿来改造成这个 啊这个 呃什么 这个 第五级的一个骑士科博文啊 也是用了这个模具呢 去做改造的 这个当年呢 因为它这个胸型就是很像啊 很像啊 这个 这个我记得是这个地方把它给安插进去啊 那么这个手臂这里也是一样的 手臂的话呢 做一个反折 这个部件打开 然后把这个拳头给收进去 这里可以翻出来 我们就做一些 呃就就就就就就就做一些 暴力一点的变形啊 不用特别去这里两两侧中间啊 是可以做一个结合卡扣的啊 OK 嗯 那就再摔一下好了 就就他们一直强调说 叫我多摔一点 那我就 OK 还行吧 再摔一下好了 这个 这种要求我这辈子没见过 你们可能不会就 我今天没有心情不好 我真的没有心情不好啊 是这个厂家要求说 我们就就尽量多摔给他看 我的天啊 有没有 没拍过这么舒压的耶 真是的 还真的是 卧槽 哦不 哇塞 OK 好吧 这一集就是我不停地在摔 在摔玩具了啊 这个 我平常不会这样子的啊 大家知道啊 我都变到哪 都变到怎么忘了 OK 好吧 就这样子啊 好 这里翻一下来啊 被看到啊 还真的 真的都没有白痕呢 因为它这个透明件啊 一旦有白痕 应该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啊 应该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嗯 嗯 真的没有哎 好吧 嗯 没有就没有吧 这是好事啊 这个证明他们真的对自己的材料 是非常有信心的啊 有对自己有信心的厂家呢 我也是比较欣赏啊 虽然说这个是一个KO的版本 但是嗯 再怎么样 他们对透明件的这个部件的使用啊 这一次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啊 居然可以这样摔啊 然后就就就就这个是往前面 这这个部件的话 他们有稍微做一点修改啊 就后面这一代 我记得是 这一代好像是有盖起来 还是怎么样 有点忘了 Anyway 这一集重点是摔玩具 对吧 刘备摔儿子收买人心 对不对 我们摔 摔玩具是可以收买观众吗 收买消费者吗 是吧 嗯 讲到刘备摔儿子 对不对 大家都看过冷淡熊的节目 真的超好笑的啊 好了 这个 这一款透明Crystal Power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OP的话 就算是变形完成了 那么来测试一下 它的滚动性 滚动性很好啊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轻轻轻一弹 你看它可以 就非常好的一个车头的话 用车头去撞一下好了 对不对 这个白痕有吗 真的没有啊 上面这个蹦开 这个蹦开是难免的 这个并非是材料的问题 蛮神奇的啊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黑科技啊 就OK 就就就一个透明的玩具 就是非常耐摔吧 只能这么说了啊 就非常耐摔 那那那 再摔一下好了 我错 重点 重点是它摔了之后 弹回来还立台 站在地上啊 真的要摔 还真的呢 好吧 我也不知道我要摔几次啊 反正 这一集呢 就是强调耐摔的一个透明部件 我想这个画面也会说话了 确实是非常坚固的一款 透明的一个版本的一个 K of Atmosphine 那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咯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